时隔半个月 美军B1B战略轰炸机再次飞抵朝鲜半岛上空与韩军演习 朝鲜进行今年第七次弹道导弹试射 近期半岛紧张局势是否会持续升温 双龙演习来看的话 确确实实是过去五年是没有的 但是现在又重新摆到了演习的桌面上 而且进行实兵演练 如果今后在周边采取不同射程的导弹 对不同目标进行突击 我想朝鲜有了一套完整的方案 应对美国的核延伸保护 目前它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美军B1B战略轰炸机同时现身日本海上空 与日本自卫队进行战机联合训练和舰艇联合演习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韩国和美国演习 日本与美国演习 下一步有可能会出现美日韩联合演习 这样在地区范围内对众多战略武器的威慑能力将会达到非常高的状态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访印度 并宣布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计划 日本近期动作频频 适合用意 从日本方向来说的话 继续来固化这样一个由日本人提出来的概念 很显然也是为了自己的外交 也是为了跟包括印度在那些国家拉关系的一个重要考量 美国防部公布秘密画面 美军海豹突击队与核潜艇进行联合演习 北约宣布或将向靠近俄罗斯的东部边境地区派遣30万军队 俄罗斯海军总司令宣布 而所有潜艇都可能装备口径巡航导弹 美俄会否迎来核潜艇斗法呢 防武型观察特邀军事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感谢观察特邀军事与核潜艇